各位呢 你可以進到我們這個延期前橋這裡把它按一下 我們來問一下大家幾個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軸在哪裡 雲端 上次我們要先把家裡整理好 家裡沒有整理好 上雲端一樣還是亂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上次在自己把電腦整理好了 你比較有效呢 上雲端 才更有效率嘛 對不對 那現在呢 我們首先問一下大家幾個問題 第一個 你有沒有在用我的最愛 還在用 你怎麼愛在這裡 你都沒有 有空你有沒有檢視一下你到底愛多少 我的最愛裡面有沒有愛很多 你知道很多人都 遠走他鄉了 你還不知道嗎 有沒有某些網站已經都不見了 很多你最愛的 你只有愛過一次 他就從來沒管照過人家 結果他都已經搬家 或者網站服務沒有了 你還在繼續愛他 所以這個我的牽手 結果我的手在哪裡都不知道 哈哈哈 對不對 好 第二個 你有在用雅虎搜尋嗎 幾乎大家現在都不會嘛 對不對 但是雅虎有沒有搜尋功能 有 但是你知道他已經沒有在提供了 現在雅虎 提供雅虎搜尋的 並不是雅虎自己 等一下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你才知道說 一個公司做到自己核心業務都不欠了 這樣 也很厲害喔 好 再來 你有沒有用過 Google 有一個功能叫知識圖圖 沒有 但是以圖找圖可能各位有用過啦 不過以圖找圖前兩個月有 有 變更 變得比較不好用 因為Google被告 他不得已要做出改變 但是我等一下跟大家介紹一下 再來就是 你的 照片有沒有都有悲憤 這個應該也有不少人做啦 也有不少人做喔 但是呢 如果你還沒有做的 不要忘記 現在 大家照片都沒洗出來 還有 萬一你的Line 你的FB 哪一天不能登錄的 或哪一天他們不晚的 你應該知道 那種 科技片 科幻片裡面 講的情節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MIT 星際暫停 就按一下 G就消失 你現在不是 你也按一下 然後你人生的那些 通通朋友啦 照片啦 通通不見了 因為你都沒有洗出來 以前 不見也許可能一本兩本 現在不是 現在全部 完全不見 你的朋友就都不知道 你沒有發現你家很多朋友都是網路上的嗎 對不對 對不對 人在哪裡你也不知道啊 對啊 還有 再來 因為網站更新很快 你有沒有去過網站的博物館 都不知道喔 對 等一下我們介紹一下 再來 我們這種面對面的課程雖然現在也有 但是你會發現慢慢的越來越少 你 瀏覽 檢視一下你目前的學習的方法 你有沒有發現 常常就是上網就看影片 不管你是做學習做娛樂 幾乎現在都是 低頭嘛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現在紅綠燈 有的國家 也有一個國家 我忘記哪一個 他說他坐在地上 因為那個走路大家都低頭 所以紅綠燈他坐在下面才看得到 那我們等一下會稍微介紹什麼 摩克斯 因為 現在這種 線上的課程 越來越多 那麼 不見得一定要在大學裡面 我們現在很多的學校都有提供就是所謂線上免費的 當然現在慢慢有付費的 等一下我們跟大家介紹 再來就是很重要的 因為現在不是資訊太少 是資訊太多 那怎麼辦 前一段時間 Facebook 還有那個 那個什麼 主要是Facebook 他不是有演算法嗎 常常都有演算法 我們Google搜尋也是一樣 他都會有做演算法更新 是會影響到你看到誰的訊息 對不對 那 RSS呢 其實就是可以幫助我們 去抓一些資訊 可是 這些資訊是 他不幫你過濾 是要你自己 你自己 就是最原始的資訊 但是你可以透過這樣可以比較快的知道一些消息 再來 這個 應該多多少少各位有人有嗎 有沒有定期更換密碼 有的是因為點頭 是因為 心不敢請不願意 上面規定要 也因為不換不行 哈哈哈 不換不能用 對不對 但是呢 你一定還有很多沒有定期更換密碼的 哈哈哈 也有那種一路通到底的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還是要留意一下 那我就把畫面給各位 請你先填寫一下囉 好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方式 剛剛這樣 直接把他丟上來 是不是變得比較方便 也可以 你直接 他最主要差別就在上面這裡 他會先幫你辨識之後看看可能的關鍵字是什麼 所以有些人說有圖有真相 雖然這是不一定啦 但是就是說 這是一個方式 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我們前半段這個我就先講到這裡